但我覺得你一定很快就可以拿到那個名片 為什麼我現在看起來很窮嗎 不是啦 然後那個師傅本人的攤位呢 原始攤位就在大學路 我在韓國的時候就是混大學路 欸你是不是有跟他買過 我跟他買過 他就是在那個大學路的那個公園前面的那個大叔 欸你整個領先全球欸 領先全世界 原本這部片要上之前不是都會有說什麼 預計在幾月會上什麼 然後主演是誰 那個時候我其實在那之前就已經有看到 有一部戲叫魷魚遊戲要上映 然後我當下想說這劇名也太爛了 什麼魷魚遊戲笑死了呢 結果現在全世界的魷魚都動起來 不好意思我現在還是不知道最後一關 就是魷魚遊戲到底怎麼了 我也是欸 而且重點是一開始片頭的時候就已經跟你講這個遊戲怎麼玩囉 然後到最後最後的時候 他們兩個男主角在比的時候也講了一次 但是我還是看不懂 沒關係啦就把它想成一個肉搏戰好了 因為也不是重點啦說實在 他的那個整個美術設計啊 就是用一個我覺得很同心的那種感覺 但其實他在做一些很黑暗的事情 就是用大家兒時寄去 然後去包裝一個很可怕的殺人遊戲 嗯就是故意用一個相反的感覺 衝突感 會讓大家以為說哇我好像來參加一個類似像體驗營的東西 但殊不知就是一個 大屠殺 體驗營就是夏令營 欸對就類似像那一種啊 就類似像那一種 大家好像一起去玩一個什麼大地遊戲 我只是覺得那個樓梯爬起來應該會蠻累的 如果像我這種容易暈船的人 可能會還沒爬出來就先吐死 哈哈哈哈 沒有啦他其實是有點引用那個潘洛斯的那個解題 他就是一個著名的集合學的悖論 他就是永遠都走不出來 好可怕喔 然後我講到這個我前兩天有看到一個民眾有分享 他的媽媽是有參加魷魚遊戲的靈演角色 然後當時他就有跟他的女兒分享說 喔我要去拍一部就是韓劇 然後那個韓劇的名字叫魷魚遊戲 可是詳細的內容不知道 我們就只是好像幾百個人聚集在一起這樣 然後玩一些遊戲 然後後來他拍回來之後 他女兒就有問他說 那你去拍那個魷魚遊戲怎麼樣 然後他媽媽就只有跟他講說 那邊簡直就是地獄 然後他女兒就不懂說為什麼會說是地獄 然後他媽媽就說 因為我就是一直在爬樓梯 哈哈哈哈 你知道真的是小角色中的小角色 就他只能就是 因為樓梯是從上往下的角度拍的嘛 他就是會拍到每個人 他就說他媽媽就是一直在爬樓梯 好可憐喔 其實韓國媒體還蠻強調 在印度可以拿到第一名這件事情很了不起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是因為話語片嗎 對 因為印度他們本身就是我們以前常看的那種 會就演一演開始唱歌 喔三個傻瓜 三個笨蛋 三個傻瓜 就是一邊有點像音樂劇那種感覺 對他們比較偏好這一類型的片啦 所以其他國家在他們的排行榜上 如果要排到很前面就比較困難 就有一個韓語學習平臺啊 上光單月增加的會員數就達上萬位 哇 那他的平臺真的發財了 就是 我覺得我們真的要緊張起來 欸我們真的要緊張起來 因為我們就是一直覺得自己是鐵飯碗 現在就是大家就搶破手 就是輕而易舉可以取代我們 還是我們之後就沒有飯碗 就會有人發名片給我們 加入那個遊戲 你要加入那個 然後去排隊 但我覺得你一定很快就可以拿到那個名片 為什麼我現在看起來很窮啊 不是啦 其實是說你搞不好很快就可以賞那個恐流巴掌 因為你不是我們這邊 Duckji王嗎 喔Duckji王 Duckji就是打畫片 就是大家如果看魷魚遊戲就有一個帥哥 就是恐流 他就會穿著西裝然後在地鐵站要大家打Duckji 沒錯 如果我遇上恐流的話我可能已經早就發財了 他不會邀請我去參加 為什麼 因為我根本不會輸他 這麼有自信 畫片王 好的 歡迎大家來跟我們的蝦米挑戰打畫片 對 如果就是哪一天你想要說衝進來 我們這個careaba說我要打畫片 如果哪一天你在捷運站遇到蝦米的時候 你可以邀請他 來打一場畫片 沒有 但是打贏了我沒辦法給你10萬塊 就是有200多位參賽者同時要用這麼多的那個糖餅 那是一個非常大工程 而且他一定要做超出那個量啊 因為大家會一直失敗在那裡去 對啊會失敗 然後你知道他就是有去採訪製作的那個師傅 然後那個師傅本人的攤位呢 原始攤位就在大學路 我在韓國的時候就是混大學路的 欸你是不是有跟他買過 我跟他買過 他就是在那個大學路的那個公園前面的那個大叔 欸你整個領先全球欸 領先全世界 當然你到馬場就是一定要看一下賽馬 就我已經到那邊 當然要就是看一下 當然我真的是很震撼欸 你進去那個場面真的我覺得有嚇到 馬很huge 他其實也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的可怕 就是氛圍好像就是很可怕的樣子 其實沒有 他其實園區還蠻大的 然後還有一些迷你馬啊 還有給兒童騎馬的 迷你馬就很適合我 你知道因為馬很高嗎 當然身材要有一些條件 你就是腿很短的 就只能騎迷你馬或是驢子之類的 之後解禁之後想要去 就進馬場走一走 可以 然後 然後 音音也可以去那邊 可以進去體驗一下那個氛圍 就是大家一起就是 喂的那個號碼而呐喊的那種感覺 真的是 男人的 也不是說男人啦 只是因為在場 就是那現場可能男生比較多 然後他們 因為男生的聲音比較低沉 所以你就聽到男人的怒口 就是一個類似演唱會的概念 真的 但是整場都是男生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很激動 我真的非常的有被震驚到 人物的一些背景 敘述 就是其實跟現在社會 對我們來說是非常貼近 這也有可能是為什麼 大家這麼喜歡 這部韓劇的一個理由吧 就覺得好像跟我沒有太大的距離 對 因為我們每天也是覺得自己 就像一個公益 老闆不要聽這段 每天就是也有點窮 或者是說我也是跟導演一樣 生活壓力很大 但是我沒有掉六顆牙 如果我可以玩畫片就給我五萬韓幣 我也是覺得有點想玩 好啦 那如果你覺得我們辦台灣版的話 你覺得可以放什麼遊戲 就如果有人來拍台灣版 台灣版的話 我就會很想要玩 例如說躲避球之類的 可是躲避球不夠台啊 沒有躲避球然後球是炸彈 蛤? 很棒耶 炸彈往外丟 扯鈴呢 又沒有台 哦 然後呢怎麼贏 就是 拋接然後沒有接到 拋接沒有接到的人 就是 頭直接跟著落地 欸不然這樣好了 不然大家就是留言說 覺得金批地跟蝦米 如果進到魷魚遊戲 誰會先被淘汰 哈哈哈 這樣好嗎 你覺得怎麼樣 這樣是什麼兄弟戲講 看一下我們兩個的聲音 就看大家光聽聲音 判斷誰會活下來 這個也蠻有趣的 歡迎大家就是留評論給我們 拜託就是幫 幫我們提供一點 這種 素材 對啊 因為我們會蒐集大家想聽的內容 然後就往那個方向前進